廖纳多 达芬奇 廖纳多是一个观察力超群的孩子 他会仔细观察所有他看到的东西 并认真的画在画本上 廖纳多每天只知道画画 好让人担心呢 别担心 我们的儿子将来会成为伟大的画家的 廖纳多十五岁的时候 母亲去世了 爸爸带着廖纳多搬到了艺术城市佛罗伦萨 在佛罗伦萨 廖纳多成为了著名画家 维罗基奥的弟子 有一天 维罗基奥对廖纳多说 廖纳多 你可不可以在这幅画上画上天使 这幅画便是著名的画作 基督受洗 在廖纳多画完天使后 维罗基奥十分惊讶 他说 这简直是太棒了 你这么年轻 早已却已经在我之上了 三十岁的时候 廖纳多去了米兰 有一天 修道院请求廖纳多说 请您在修道院的墙壁上做画吧 接受请求的廖纳多 并没有马上开始画画 只是坐在墙壁前面 一直思考 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画呀 我现在就在我的头脑里做画呢 怎样表现耶稣和他十二名弟子的性格呢 那些光 又是从哪里射进来的呢 就这样 廖纳多用了三年的时间 完成了著名的画作 最后的晚餐 天哪 画中的人都活了起来 真是太伟大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棒的作品 廖纳多已经变得很有名气了 为了能够画好画 我需要更多的知识 他不只是画技好 为了能够画好人物 他去研究人体 为了能够画好物体和自然 他还努力地去研究科学和数学 甚至还经常有新的发明创造 后来 米兰和法国之间发生了战争 廖纳多便重新回到了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的富豪 维尼斯公爵 托付廖纳多 为自己的夫人画一幅画像 请为我的夫人丽莎画一幅画像吧 请您笑得自然些 这幅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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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是举世闻名的蒙娜丽莎 所有人看到蒙娜丽莎后 都感叹不已 这样神秘的微笑 到底是怎么画出来的呀 真好像是在对着我笑 列奥纳多 真是一位伟大的画家 列奥纳多 为了将自然与人进行融合 并自然地表现出动物和人的感情 进行了很多的研究 圣母子与圣安娜 这幅画作也是秉承这样的理念完成的 看着这幅画 感到心灵都变得十分宁静了 圣安娜的微笑 和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温柔 有一天 列奥纳多的弟子说道 老师 您是位十分伟大的画家 我们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追赶上您 不能超越老师的弟子是无法成功的 你不要去模仿其他艺术家 而是要通过不断的研究 去创作自己的方式 1517年 法国国网 邀请列奥纳多去法国 请一定要来法兰西帮我做事 来到法国的列奥纳多和弟子们 一起住进了一座大城堡 1519年 列奥纳多在67岁时 离开了人世 列奥纳多虽然去世了 但他的作品 至今仍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